女艺人陈奕涵登记领证结婚了,8月17号上午,一群记者在台湾海北市闻山区护着事务所大兵撞见陈奕涵,还有她丈夫许傅祥也在现场。 陈奕涵这次是挺着大肚子来办理结婚登记手续,工作人员接待了他们,陈奕涵接受了记者采访,露出甜蜜笑容,而老公许傅祥多次黑脸,似乎有些不太高兴的样子。 看采访画面,陈奕涵开心告诉记者,我真的结婚了。 记者反问,为什么才一年就仓促结婚,陈奕涵回答说是因为真爱,逼着不解的是,既然是真爱,男方为啥愁眉苦脸的。 这样一副表情呢,结婚是天大的喜事,可是有人吐槽说,他老公怎么长得尖嘴猴腮,只怕以后不是个省油的灯,感觉男生的颜值不配到发解啊,为何这么村瓜的打扮了现在? 他男友的面相,绝非善累,粉丝会呛,可以不爱,但别伤害,真的都是隔着屏幕练胆子,有本事到他面前说,一般明星艺人结婚都不会承认怀孕的,最起码等到三个月高危期稳定后才公开。 但是陈奕涵大方承认肚子里的宝宝是男孩子,还乔皮说,不知道性别会不会再变,你们看好陈奕涵夫妇吗? 他老公面相难道,真的是尖嘴猴腮和绝非善累,大家怎么看?